机车骑士执行骑在两排轿车中间 突然右手边一辆机车窜出来 跟他发生了擦撞 但是骑士造失之后没有靠边停下来 而是若无骑士骑到带转区 执行的骑士骑上前想要跟对方理论 但是 反倒被对方大声呛瞎 让他气到把过程po上网 事发在5月24号下午5点多 台中市西区民权路跟台湾大道二段路口 有别于其他道路机慢车道在右侧 这里的汽车道规划在左右两侧 而中间是机车优先道 造势骑士疑似来不及切换到中间车道 才会突然从车缝间窜出 因红灯耗置停等车流较大 一车钻车缝至于二车发生轻微碰撞 一线行交通法规 机车钻车缝尚无相关法者 而平时汽车禁止时 机车骑在缝隙中 其实并没有违规 不过如果是行驶的过程中 骑在进行机车道 最高可罚1800元罚款 TB新闻旅正审理 蔡影台中常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